第一個是用REPD加LEN 第二個是用TESA 第三個是變成聚集 所以聚集剛 再來就是VBA VBA部分的話是自己要做一些程式的撰寫 沒有錄製喔 那怎麼樣去控制它 第一個請你切到那個開發人員的Visual Basic OK他就跳過來了 那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記得就是這個地方都可以移動了 他這邊上線都可以移動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挪出一個空間 讓你去做你後續要做的事情 另外呢你們原來的字太小 記得喔可以從什麼地方呢 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裡面有撰寫風格 你把這個地方原來是9號字啦 可能太小了 你可以把它這樣 這麼小看起來很辛苦 記得工具裡面的選項可以把撰寫風格的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我這邊大概放14號字好了OK 那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有錄製聚集的話 一定會幫你產生一個模組 裡面會有一個module 那他的程式呢 就會幫你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module裡面 OK那以後如果說你要增加其他 比如說你要寫VBA的話 那你可以在module模組上面按右鍵 可以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反正你要寫VBA之前喔 記得要先有一個模組 才可以讓你在模組裡面 撰寫你需要的程式 那這個是基本的規則 OK所以 慢慢請各位 要習慣 從開發人員 叫出Visual Basic 對不對 然後進到這邊呢 你要開始寫程式 記得喔從這邊 插入模組 OK 這個流程以後都一樣 都固定了 那可能剛開始你還是不太習慣了 非常有同學喔 開始 我說寫VBA 那我已經切到這邊 我已經寫完了 他還在那邊 怕呆 因為他不知道這邊怎麼進來 因為你們對 可能對這個環境還不熟悉啦 那往後呢 反正你慢慢習慣 只要要撰寫VBA 就從這邊進來就對了 OK 第一個喔 那我 先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因為module1是之前錄的 所以我不要跟他混在一起 那我可以再插入模組 那這個模組他會叫module2 如果你要變個名稱的話 下方有個什麼NAM 你可以在這邊改一下 這邊 不叫module2 叫module底線 叫什麼VBA好了 Enter 你會發現喔 我Enter過之後 他上面的名稱呢 也會跟著改變了 那以後呢 我們寫的東西都在這裡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 module1聚集 那你可以把module1 我習慣加個底線 底線之後 就是他 這個模組放什麼 那你可以寫一個 也許就有聚集好了 你可以在這邊module的後面 加一個module 舉集 反正這個名稱的話 是可以更改的 而且呢 他除了可以用英文之外 用中文呢 也OK 那你將來要開啟它的話 點兩下 你的程式就打開了 那你要關閉的話 記得從 右上角這邊關閉 關閉 那你用它撰寫程式 我要在這邊撰寫 點兩下 這個地方就有白色區 就表示說呢 我們程式在這邊撰寫意思 OK 那假如說我希望呢 撰寫一個VBA程式 在這邊有個按鈕 按鈕名稱叫什麼 也許我叫 這個名稱 你可以自己取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按鈕上面叫門號 按下去 自動報告才能門號 那 我就在這邊啊 記得他那個模組 再來就是在模組這邊 記得優標一定要放在右邊 這個同學點這邊 優標放這裡 插入什麼 程序 奇怪為什麼點不下去呢 因為現在優標 沒有放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沒辦法插入程序的 只能夠在右邊的地方 插入程序 有沒有 這就可以點 那程序名稱呢 你可以配合 將來的按鈕上面叫名稱 比如說我叫門號 因為我之前我練習都叫門號 OK 中文名稱是OK的 英文名稱也OK 那直接按確定 特別注意到這邊有形態 預設是SARB SARB基本上 其實可以對應按鈕 那如果你有 觀察之前我們上課那個聚集 聚集也是SARB 也就是說他按下去 自動全部執行就是SARB 那底下有個方旋 方旋就是函數 那意思是說你可以自己寫函數 也就是說你SARB裡面沒有函數 你可以透過VBA 自己叫自訂函數 你可以自己產生你用函數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減少很多的工作 就很快自動幫你做完一件事情 那SARB按確定 記得喔 插入程序 一個SARB按確定 好 那這個時候他會產生什麼呢 一個SARB 叫做門號 OK 然後呢 有一個EndSARB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那前面會多一個虛數叫Public Public意思就是 共用的意思啦 就跟你網方也 某個資料講要共用出去 到底是一樣 這個可以給其他的專案使用 不過目前 我們只有一個專案 你會發現 VBA Project 後面是這個 這個檔案的名稱 也就現在只有一個 那所以這個Public 目前是沒有任何異議的 因為你自己跟自己共用的意思 除非說呢 你有別的專案 那別的專案要用到它 是也OK的 好這個當然 這個Public 就是大家知道一下 其實這個 沒有Public 也不影響 因為你目前只有一個專案 除非說你有很多專案 你要共用的話 可以加一個 Public 但相關的 除了Public之外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Private Private是 私用的 就是我不要跟別人共用的話 你可以Private 那這樣的話 就只有你自己 這個專案可以使用 不過目前 你們先不用去理會 因為 在目前為止 有沒有 這 一般都Public 目前影響不大 那將來如果 就是 專案寫得多的時候 才會有 影響 目前是沒有影響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 我希望呢 在 這個儲存格 因為接下來 我們慢慢的 希望可以控制什麼 控制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的規則就是什麼呢 就是上面這個規則 09 有沒有 11 一個減的符號 加上84 再一個減的符號 再7 可是 這邊要補0 補00 OK 那補00我們之前是用那個 TEST函數 比較快 那在 VBA 的函數呢 跟Excel的函數 不是共用的喔 所以呢 可能兩邊的名稱 不一定 一樣喔 在Excel裡面 可能叫TEST 可是在VBA裡面換了一個名稱 換什麼名稱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就是我希望在這邊寫一行程式 可以控制這個儲存格 那控制的方法特別就是 1 游標放在這 這兩行中 按個TAB TAB是下一階的意思 因為寫程式喔 基本上一定要有階層的概念 那階層的概念 都讓你程式閱讀性比較好 現在還看不出來 我們來看 請你先改一個什麼 Sale S 這Sale指的是儲存格 因為特別注意喔 將來VBA的程式喔 他的概念 他的故障是 後面的東西 換接完之後丟到前面去 好啊怎麼 怎麼去述我們來看 錢花壺 所以呢我現在要先告訴他說 請你幫我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他會Sales 這個S一定要 Row指的是哪一列 我們現在是第10列 所以輸入一個4 逗點 哪一欄呢 那這邊的話呢 是第5欄 所以你這邊可以是輸入5欄 不過呢你用5來 當名稱的話 有時候哪一欄 尤其是比較後面的 像什麼 U欄好了 你要給他算 123 ABCD 要算 很麻煩的 所以我教課另外一個方法 他可以用 雙引號 加一個1 也就是說呢 他這個 Sales後面這個 藍的部分 可以用數字 也可以用文字 但是 就只有他喔 你前面那列一定是數字 所以冰想 那這個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就是第4列的1欄 後面加一個等號 等號這個地方是 後面串結完的結果丟到前面去丟到哪一個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丟什麼呢 09 然後呢 這個 規則跟前面那個資料編輯很像 不一樣的地方 記得就是 END的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那前面我們在輸入到這個資料編輯裡面呢 是沒有加 這個空白END的 不過在VBA裡面呢 必須要加空白 這個是固定規則 09然後呢 11 11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剛剛打的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把它拖拉加空白加 Ctrl鍵 你用Ctrl 也可以 我習慣是用拖拉加Ctrl 它就等於是複製貼上 這邊改成什麼呢 改成F 意思就是說呢 09 然後呢 11 幫我丟到前面來 你當然打這樣子喔 先打這兩行就OK了 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的話就是 游標放這中間執行 就從這邊執行 那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911 為什麼 因為0 丟過來之後呢 數字沒有0開頭 所以它把0 去掉 除非說你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END END什麼 一個減的符號 把它空一格 大概先打就好了 你把它執行 有沒有0911 減的符號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在後面就是084 可084的話呢 我們前面是 在END 記得換接 把這個 這個 多拉 加坎充鍵 把什麼 把區 區打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區 它會把後面這些串完之後 丟到前面的儲存格 所以把它執行 84 可是84沒有補名怎麼辦 很簡單 在那個 Sale裡面叫Test 可是在VBA裡面呢 它換了一個名稱 叫Format 我覺得Format 比較合 比較能理解 就格式化 那怎麼樣加個Format 記得 在這個 G的儲存格外面 請你包一個 函數叫Format 打個Format 然後前刮符 用法其實跟那個Page還蠻像的 只是 名稱不一樣 後面加一個逗點 如果要三個的話就是 莊引號 000 這個代表要三個字 三個字 三個數字 好刮符 OK 其實我只是在這個儲存格外面 幫我包 這個儲存格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Format 給它格式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84出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最後是 007 007其實可以不需要重新再做啦 其實你可以 把這個程式裡面 應該是從哪裡呢 從這個-的符號 前面有個add 空格這邊 你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後面去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h 一樣 應該可以看得懂邏輯 然後把它執行 OK 007就出來了 OK 應該知道 我在做什麼啦 其實這個可能同學比較不能夠 習慣的部分 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說 這個串接方 所以注意注意 這個串接方法 記得 它會幫你把什麼呢 把後面的東西 串接完之後 再丟給誰呢 丟給前面這個儲存格 丟過去 也就是這個等於 最主要這個等於 在這邊的意思是 應該 中文的意思應該是指派的意思啦 把後面的資料 指派到哪裡 指派到前面去喔 所以千萬 因為同學可能暫時還 轉過來 因為以前的數學 數學有沒有 這是什麼 1加1 那個等於跟這個等於 雖然長得是一樣 但是意義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請問 慢慢要習慣 這樣的寫法 我重點回顧一下 1 記得先把這個模組 插入一個 第2個按右鍵 第2個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蒙號好了 OK 那第3個就是 再把這行程式呢 輸入上去 這個當然 記得不用背的 千萬不是用背的 來試一下 如果你實在是有些細節 漏掉的話 雲端上其實都有 這一行 OK 那 試一下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如果你會發現 目前呢 只有做 一個 出唇歌輸出 後面的話當然還有其他怎麼辦 後面當然如果你要輸出其他的 你就需要再配合一個 所謂的那個 重複 動作 第4頁第5頁 那需要一個回圈喔 OK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重複做什麼事 其實就可以利用回圈幫你 所以請各位 先試一下 剛我講的部分 但是沒幾行 但是千萬注意 這個可能 要細心 而且千萬不要打錯字 然後 裡面呢 常犯的錯誤就是這個 Sale C-E-L-L 記得要加S Sales 因為他這個指的是 置 A-L-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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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